亲爱的师父跟无上师电视台团队午安 谢谢师父播出Good Love的神圣故事 让我们学习跟认识圣爱 动物族人没有人类的形体 可是仍然能爱得很强大 我想分享我的宠物族人的故事 他叫羽竹 出生不久后因缘机会来到我家 我原本就有一只三岁的乌龟族人伙伴 自从羽竹来了之后 家里充满热闹的爱的氛围 为了照顾他 我会购买更多健康的有机蔬菜来吃 我跟哥哥除了食欲更好之外 每天看他们俩游戏 真是极大的疗愈跟开心 待他们俩散步 还有公园晒太阳的日常 让我的生活被爱填满 打坐也变得更容易专心 从他生病到前几天往生 一个月内的时间很短 我心里非常伤痛 他走的前一天 我带他去公园散步时 他在天空透过白云的形象跟我告别 也安慰我的心 让我留下对他满满的怀念 附上羽竹跟他在天空的照片 台湾福尔摩沙 玉婷敬上 P.S.A warm message from Master awaits you Home in Heaven May you and the tranquil land of Taiwan or Formosa be forever blessed by Buddh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